好想要杀出血路了 还有日本业者看准了忙碌上班族商机 发明用喝的饭团 口味还很特别 另外知名连锁咖啡店在北海道 推出了玉米口味的饮料 到底好不好喝 好不好吃呢 一起来看 用力挤铝箔包 仔细一看挤出来的居然不是大家熟知的果冻 原来这是日本用喝的饭团 着眼日本人生活步调快 业者研发可以快速摄取的饭团饮 忙碌时立刻补充营养 饭团饮有梅子昆布和梅子柴鱼两种口味 富含膳食纤维 还选用冀州南高梅 北海道昆布 日本国餐蜜以及海苔 但大家最关心的是到底好不好吃 梅成分的很厉害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梅子柴鱼的方法 梅子柴鱼的方法 只要在梅子柴鱼的方法 就比较甘 但正确实不是好吃的 疫情下餐饮业都在研发新口味或转型 令萌生路 日本知名串烧居酒屋品牌 现在也推出汉堡 要抢外卖市场 台币100元价格就可以吃到炸鸡胸肉 照砂鸡腿等八种不同鸡肉汉堡选择 而连锁咖啡厅在日本也推出限定口味 不只推出玉米特别口味 还在关店前三小时祭出蛋糕 轻食下刷两折的超低优惠 疫情下餐饮业拼创意拼低价 就是要吸引消费者目光 东森财经新闻 徐志珍 黄富翔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